音音过一会回家去拿小提琴 我们一起给阿姨过生日啊 吴姨姑婆下雨了 你臭娘们让老子喝酒 你喝呀喝呀 这是我给我妈妈准备的她的蛋糕 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她 郭忠祐 你不是陆家的亲戚大小姐吗 告诉你给老子生了孩子 你就得伺候老子一辈子 不死于人 再来一次 我一定摸坏了你这位仁丈 跟我父亲断绝关系 哈哈 你会是 往你快回去啊 你看你那个友情的爹 他还认不认你 你快想想你还没过生日呢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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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个小白掩了 你还给给我回来 老子打死你 妈妈他打我 我也快救灭我 妈妈你别睡了 这年老子给你吃给你喝 你觉得你使不着这个丑人们 老子我就送你去街头 吴亦哥哥 妈吴亦哥哥 我叫陆志远 是你的外公 你是我外公 那妈妈呢 音音呢 他们怎么样啊 您快救救他们呀 我来晚了一步 明皇 他没能抢救我回来 那音音呢 他怎么样了 什么音音啊 就是跟我一块的那个女孩子 是他救了我的命 我来医院的时候啊 就看见你一个人了 没看见什么女孩子 你先养好伤 我答应帮你抄她 不过 不过什么 能用 他杀了你 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从今以后 你是我陆氏 唯一的继承 带回你的本命 叫陆霄柳 什么样了 外公说只要我站的东西 就一定能抓到你 我看你究竟在哪 陆总 机票已经定好了 行程将会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准时开始 音音找错吗 还没有 光凭一条手链线索真的太少了 音音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吴一哥哥 他们都说我手上的疤很丑 是真的很丑吗 谁说的一点也不丑 对了 听说你要回城读书了 就把这条手链送给你吧 刚好能抓到住你手腕上的伤疤 吴一哥哥 你以后能凭这条手链 认出阴影吗 当然 哪条阴影不见了 哥哥一定会凭这条手链 认出阴影的 继续着 你先省金额加大到五十万 是 音言 妈妈身体不行了 你嫁给陆小林 在那待过一年 林家就是你了 那是我跟你妈一辈子的心血 我不想交你一块 只要我在陆市 单单一年 完成对爸爸的承诺 就你会临时了 少奶奶 今天是您第一天到陆市上班 陆总说 让您在办公室等他一会 他马上就回来 谢谢 那我先去忙了 少奶奶 我才是陆家少奶奶 死了 萧领哥哥要是知道你 未经允许进了他的办公室 肯定会马上把你赶出陆市集团 你在室内 尤其是 他这叫做 帐篷 教導 這是醫生 不會影響大媽啊小提琴吧 他下個月還有參加全國小提琴比賽呢 林小姐的昨耳 應該是被重物獲擊 導致他的耳朵不破裂 很有可能永久先失蹤 十五年了 我整整十五年沒有碰過小提琴 吳亦哥哥 你現在過得好不好 有沒有擺脫那個家暴的父親 陸總 今天少奶奶第一天上班 您看要不要安排一下 連言對象而已 我沒派他去掃 畢竟已經夠多了 要不是外公敵 我怎麼可能去 是 林氏一直都是惹風陸勢 成績 咱這樣做會不會不太合適呢 林總去世之後 集團一直是他那個秘書張爽文的 林氏都已經會改姓張了 這鬼鬼鬼林原面子 好像沒那麼 不是陸總 歡迎陸總回開 小燕哥哥你出差點放回來了 我可想你了 啊 誰在拉這筆劑 我警告我所有人不准隨意進出我的辦公室 為什麼還有人在裡面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猜你 你是 李agan 陸小鱗 谁让你进来的 没经过我的允许谁让他进来的 陸总是我知道 林小姐今天要来入职 所以才自作主张 让她来办公室等你 不是诺琳 刚刚你 你别问我身上泡脏水 萧领哥哥 全公司上下的人都知道 没有你的允许 谁也不能进你的办公室 更别说动你的小提琴了 我看都是他手键 非要动你的东西 够了姜爷爷 全公司上下就你进出 我的办公室最多 别人有胆子让他进来吗 萧领哥哥我姜薇薇 你再教别 那你就停止一个月 繁星好了再来 是萧领哥哥 可他是您的新婚妻子 我想着你出差回来 肯定要见他一面 所以我才让他进 妻子 他也配 陆小林 动用你的东西是我不对 但是我是你们陆家 正当光明娶不去的太太 你说话有必要那么久 丁眼 要不是为了林氏百知识的骨粉 我根本不可能娶你 更不会让你来陆氏上班的 原来跟我联姻的条件 是林氏的骨粉 难怪会打印的这么痛快 他就是林氏那个大小姐 不就是一个龙子吗 一个龙子也能当上总裁夫人了 我看他呀 上班第一天就感动陆总的小提琴 不仅龙还道德败坏 说不定以后呀 要做出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来 说不定还偷人呢 我没有 闭嘴吧 我再说一年 没经过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随意进出我的办公室 要不然就给我卷铺该滚蛋了 萧林哥哥 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个女人的 我就要帮你教训她 萧林哥哥说的没错 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你就得给我跪下道歉 犯了我 你还敢抵抗 谁让你不知好歹 碰了萧林哥哥的小提琴 给我跪下 行了 都给我滚出去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以后要是再有人敢动我的小提琴 别怪我不客气 抱歉路总 小子不会 出去 那我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戒指 我倒有个好主意 能让林语言 身败名裂 哇 好漂亮啊 等我长大了 给你买个真的戒指 怎么样 无疑哥哥 等我长大了 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 这样就可以保护你了 哪有女孩子 保护男孩子的呀 哥哥 保护你就够了 你 刚刚有个女人动了我给你准备的小提琴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那是留给你一个人的 答应你的戒指 我已经准备好了 可为什么我还是找不到你 就算你在天下海角 我也一定会找到你的 陆总 陆总 会议马上开始了 江秘书 你有什么分布 你去 把陆总桌上的戒指拿过来 让林语言带上去会议室送咖啡 什么 可是陆总说过 他办公室里的东西都不让别人碰的 怕什么 他不是萧领哥哥的新婚妻子吗 他俩还没办婚礼 你就说 是萧领哥哥特地给他准备的婚戒 我就不信他不戴 是 碰了小提琴 萧领哥哥就气成那样 要是他戴着戒指出现在萧领哥哥面前的话 四龙 你就等着被赶出入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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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